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來玩我們的皇室戰爭囉 那皇室戰爭的話 它最近是開了一個 2v2王子選卡挑戰模式 所以這個模式的話呢 應該就跟我們的王子有關係了 但是這個的話是2v2模式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要來找路人排隊啦 這邊的話呢 先來找一下快速配隊 來看一下跟路人一起排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王子的話呢 感覺應該就是有王子的卡牌啦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選一些針對我們王子的卡牌 這邊的話就用一個我們的哥布林隊伍喔 那這邊的話呢 也用一個我們的這個墓地好了 還就蠻久沒有玩墓地囉 哇 這邊真的是一大堆都是哥布林欸 我的天啊 唉唷 那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的王子跟黑王子喔 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是選擇我們的王子好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應該就是王子的對決啦 就是黑王子跟我們的一般的王子的對決囉 這就是我們的王子2v2的一個精髓的感覺囉 好 這邊喔 來看一下我們隊友能不能給我們一起 讓我們就是一起打贏對面囉 來來來來來 唉唷 基本上他們只要衝過來的話 我們這邊蠻多一些大隊的 基本上應該是能夠來抗衡的囉 這邊就先出一下我們的 喔 大比卡是嗎 大比卡後面跟幾隻我們的哥布林 應該還算不錯的喔 好 那這邊哥布林 出去 然後大比卡出去 這邊哇 居然是我們的這個 八倍聖水喔 七倍聖水大軍啦 這邊有點尷尬 一大堆我們大軍過來 趕快加一大我們皇家幽靈囉 那如果這邊我們陣營過去之後呢 就來聽個骷髏召喚 沒問題 這邊應該配合得很好喔 趕快就是來個骷髏召喚一起打 應該可以打到不錯多的傷害 那目前來說可能比較尷尬 就是我們這邊還有一個骷髏巨人囉 那骷髏巨人的話呢 我們這邊用我們的惡棍小隊來打一下囉 那這邊他準備是要放我們的三槍 應該也是沒問題的 這邊看一下能不能 喔 這邊直接幫我們射掉了 應該沒問題 這邊用一個炮車 先把我們的這個骷髏巨人先拉住喔 應該是沒問題的 哇 只是可樂錫這邊的話 超車就只能在這邊囉 那這邊就先來累積一下我們的水費囉 好 這邊出來的是我們的工程器 還有我們的這個僑夫 那這邊的話我們趕快來擠一下他 那看來一下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邊被我們的黃毛吃到了 我們這狂暴藥水有點小尷尬啊 這邊其實兩邊的騎士 兩邊的王子都沒有出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不是 應該一時一時出一下我們的王子呢 王子必勝~~~ 哇 對面也是有我們的王子的 而且這邊還用了騎士來擋刀 哇 這邊又是小尷尬 這邊三槍是出場的 但是我們的飛行器是阻掉了我們左塔喔 很尷尬的喔 那這邊的話呢 抖下去之後呢 皇家幽靈幫忙守一下 好 守一下之後呢 應該沒問題喔 好 哥布林的話這邊加一個我們的槍手 然後這邊的話呢 骷髏巨人 那等我們被發現的時候呢 我們就趕快造一個骷髏召喚 趕快目的一波 目的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邊再用我們的這個惡棍小盾守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可能我們的左塔會有點小尷尬 因為左塔只剩下114的血了 這邊的話呢 要打贏可能沒有那麼的簡單 但是火小火龍的話 應該是可以噴掉那邊所有的單位囉 那這邊飛行器的話 可能就會小小的尷尬一點點 飛行器就用我們的哥布林大隊 先來守一下 這邊的話呢 旁邊是有王子的啦 所以這邊一定要先打一下 不然我們又... 啊 這邊直接左路爆掉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套隊伍感覺 好像沒有像對面的那麼的有優勢的感覺 要不然就是我們施放的實力有點不太對喔 像這邊我們喬夫再配上一個王子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骷髏巨人 其實壓力是頗大 而且又有一個我們的木頭 哇 這邊真的是有點淒慘啦 哇 全部都灌上來的話呢 這場可能又要直接敗陣了 哇 難道王子要輸給對面的王子了嗎 哇 對面的話是我們暗王子跟我們的王子啦 所以基本上是雙王子的狀態 那我們這邊的話 只有我們一隻王子的話呢 果然是兩隻王子才會贏的感覺囉 在講甚麼歪理啊 哈哈哈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進行來下一場囉 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那場的話 其實抓不到一個準頭啦 而且其實滿可惜的 其實我原本想說 全部過去的話 用一個木地的話應該還算不錯 但是這邊的話 全部都被克制住囉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應該我選個狂家野豬吧 狂家野豬這邊再消一個我們的大閃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用我們的... 其實我這邊備用的有點高 我們用這個獵手好了喔 然後再用一個我們的 哥伯林大隊 有王子的話 我覺得還是用一個大隊 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對面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場應該 我們自己也會有一張王子 但是王子不會在我手上的感覺喔 先就要看一下我們自己的隊友 有沒有他的拿到一張王子 如果有拿王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 容易獲勝一點點喔 但是對面的話 這邊是有火箭還有我們的電池車 還加上我們的工程錘的喔 看來也不容小聚啦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自己這邊手上 是有我們的幻影刺客的囉 那 平常的話 這邊就會先讓我們幻影刺客先探路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 當然也不是意外 我們也先換一下我們幻影刺客了 那對面是直接出了我們那個礦工 但是我們隊友是出了一個冰法 來進行守衛喔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也在沉底一隻骷髏巨人 目前來說我覺得 我們的幻影刺客應該會被打爬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邊的話呢 哇 這邊對面是出了我們工程錘 那我們這邊隊友是出了氣球 那氣球出出來之後 皇家野豬一起上啦 皇家野豬一起上的話 應該還算是不錯 而且氣球已經撞到了喔 還算OK的 這邊全部捲掉之後呢 哇 這邊 要打的話有點小尷尬 這邊我們帶來一個哥布林大隊 然後應該可以順利的解掉喔 解掉應該沒問題 這邊我們隊友是叫了一個骷髏海 那這邊爆掉了之後呢 順利把我們七飛大軍給守住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對面的左打的話 是現在我們量1240滴血的 其實算是蠻低的喔 那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挑戰成功囉 那目前來說 他出了我們一隻蠻羊騎士 這邊先用我們的這個 小火鈴把我們那個工程錘先打掉 然後讓我們蠻羊騎士 先把他們定在那邊 還算是OK的一個配合 這邊蠻羊騎士撞下去 沒問題喔 這邊來一個冰凍 哇 有點冰太慢了 我原本想說 幫助我們的蠻羊騎士 但這邊有點冰太慢了 有點可惜喔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應該可以放出我們的骷髏巨人 來打一下我們的這隻王子喔 來吧 這邊的話呢 其實把我們的骷髏巨人打掉之後呢 我們那個炸彈 基本上是可以炸超多滴血的 所以沒有擔心 好 這邊應該是要爆炸了 但是這邊砰一下 其實打非常多滴血的囉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放一隻幻影刺客 乘底 那左邊的血量的話 只剩下9804滴 我們這邊剩下1399滴 那其實我們這邊還算是 地位有優勢的喔 那目前來說 水費的話 雙方應該都蠻殘的囉 哇 這邊居然是來一個金蠻 那金蠻的話呢 這邊不用擔心 我們這邊先來一個骷髏海 然後這邊再用一下 我們哥布林大隊 跟我們獵手來解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解掉 沒有問題了喔 這邊的話 還有我們的蠻羊騎士喔 OK 這邊順利過去 但是這邊對面來的是我們大皮卡 這邊的話呢 左邊又來了我們的礦工喔 大皮卡這邊的話 看一下該怎麼手囉 哇 這邊有點小尷尬 但是這邊呢 骷髏巨人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處理一下皇家野豬 GOGO野豬 去去去 野豬去吧 好 這邊的話 野豬就順利去咬了一下 但是這邊的話呢 石頭出場囉 那這邊我們用這邊手一下 這邊石頭是擋了蠻多傷害的啦 但是後面的話 還有一大堆角色在打我們這些角色 而且我們這邊右塔也要爆掉了 哇 真的是有點小尷尬 沒有什麼可以出來擋的感覺 哇 感覺我真的不太適合跟隊友打一個2v2的模式 我感覺都在扯後腿的感覺 這邊沒有辦法跟他來一個極限的配合 這邊直接 GG史密達 哇 難道我們今天 三連敗就要直接在這邊大城了嗎 基本上還沒有贏班場耶 哇 天啊 哇 看來這個真的是不太簡單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玩一下破砲好了 然後骷髏頭 這邊的話呢 工程錘跟金滿的話 我來用一個金滿好了 雖然我平常不太用金滿的啦 但是 我覺得金滿給別人的話 應該會非常危險喔 所以就盡量先不要給別人好了 那就把我們金滿留在手中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我們還有天狗的 哇塞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一個天狗 加我們的那個 神劍遊俠好了 來神劍射手加天狗 但是這邊的話來的是我們的蠻羊騎士喔 蠻羊騎士來的話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看一下 能不能建立一下我們的這個 防守破擊砲台 那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有那個神劍遊俠 所以是有人可以幫我們的那個天狗開入的 還算不錯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一口氣灌進去好了 飛行器都出了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空中單位啦 雖然你有我們公主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 有我們的破砲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神劍射手 而且這邊的話還有我們的皇家巨人 雖然皇家巨人已經死亡了 但是這邊的話呢 是打掉了蠻多血量的 我們小火靈還在噴喔 這邊三隻小骷髏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把我們巨人給解掉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比較麻煩的就是 這邊的話呢 那邊是有一個我們的那個炸彈塔的囉 那這邊看一下 待會兒要不要先把他劍電掉一下 把他電掉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囉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不爽了 我們直接來電一下吧 爽爽爽爽爽 哇 居然沒有電到我們主堡啊 哇呆 有點偏了 有點小尷尬 哇 這邊居然是來了我們的石頭 石頭的話呢 這邊的話 雞滿就直接先來打一下了 雞滿砍爆石頭人 那後面的話還有我們的火龍 再加上我們那個小哥布林群 還有我們公主 其實有點小尷尬 但是這邊沒有關係 破敵砲直接出出來 應該是可以再擋一波傷害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全部都被我們神劍遊俠給擋掉 那破敵砲的話 這邊一炸 公主是直接白掉了 那這邊的話呢 亡靈小群又出來了 那旁邊還有一隻我們的那個 火槍手喔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我們的 欸 差一點 如果再偏右邊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打到我們的塔了 這邊這邊有點小可惜了 不過沒有關係 這邊的話 走路一隻皇家巨人 這邊的話我們出一下的刀斧手喔 來搜一下 因為他會直接撞到我們的那個 破敵砲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再出一下我們的飛行器 再看來他要走我們左路的那個皇家巨人 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囉 那右路這邊的話呢 飛行器跟我們的刀斧手 應該都可以順利的過去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再出多一點的骷髏兵 這邊的話再加一下我們的 閃電法術大閃 叮叮叮 沒問題 215滴 待會再加一個殺閃 應該就沒問題了 但是這邊的話 我想要請他吃我們的破擊砲啦 破砲預備 瘡瘡瘡瘡瘡瘡瘡 哇 居然是打到了我們的攻城槌啊 但是沒有關係 撞了一下沒有大大的不了喔 直接就是來一個破砲 直接把他的塔給KO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塔的血量都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而且這邊 我們有墓碑又有破砲 所以完全可以守住我們這個地方 這邊呢 要配合我們的那個 精英蠻 直接來一個目的 直接把左路給拆掉了 那這場的話呢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 把我們勝利取得到手中了 所以 二連擺之後呢 又來了一勝喔 所以還算是不錯喔 我覺得 基本上這場的話打的還算漂亮 恭喜我們這一隊取得我們的勝利啦 這場真的打的還蠻有趣的囉 所以基本上像金滿這種角色的話 就盡量不要在別人手裡出現啦 不然其實真的會把你吃歪的感覺了 尤其是把我自己K的啦 每次哲平遇到金滿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就直接輸掉囉 好的 那我們今天2v2的選卡 王子挑戰模式的話 就先打到這邊啦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 應該就是我 兩邊都會有王子陣型的那個卡片 應該是可以選啦 像我們都可以選到王子啊 或是選到我們的那個黑王子 基本上對我還蠻有趣的 就看大家喜歡哪一種王子囉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就喜歡哲平的頻道 按下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